粉絲瘋狂程度還以為是來追星 北一女中120週年校慶 副總統賴清德 建中大學長身分共享盛舉 校慶德選進去 大丸拍貼機 放下藕包賴清德要搶攻年輕族群 和居高校比愛欣 這可是難得的一屆 因為為了北一女校慶 居高校特地演出 或許也是避免被說政治介入校園 賴清德用公布行程副總統身分出席 只是整場他看來神情有些疲憊 難不成是因為 賴副怎麼看課綱的爭議 明明差不多的距離 賴副總統頭撇過去 只聽了另一頭學生的尖叫聲 畢竟北一女中老師才抗議108課綱 事實上我對他沒有期待 因為他們的政策已經很明顯 這位一戰成名的歐老師 人也在北一女秀慶 但沒跟賴清德碰面 含冤被曲解 克剛的問題不是只有博文的問題 它是全面性的 它各科數理化 通通歷史地理 通通都有問題 只是這些話兩人沒碰頭 賴副總統恐怕也聽不見 TVBS的無科研女士很太報導